中國美航機多架次飛越金門馬祖上空 直接侵入我國領空 請問政府立場為何 是否會有反制措施 請教院長 針對我國領空飛航管制區 有任何的意向狀況 國軍都清楚地掌握 會嚴格地辨識監測跟應處 但是本件 特別是因為天后的關係 所以經過中方的飛航管制單位 跟我們有聯繫 希望為了避免天后的影響 就這種航行航道的稍微的變化 那我們也全程的了解 同時也要求對方 在這種情況底下 無論如何不得進入金門馬祖的 最終端的管制區域 雙方也都有這樣的達成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還是在嚴格的管控 以及監測當中 並沒有任何的意外發生 但是隨時各來的是所有的相關 類似的這種案子 一樣國軍還是會嚴格的監控 請國人放心 沒有問題的 接下來TVBS年代一電視 台視東升提問 怎麼看民進黨內認為 內閣和民進黨團橫向 溝通有待加強 綠委形容是外星人內閣 怎麼看目前最新民調顯示 民眾對於左院長帶領的內閣團隊 滿意度為43% 還有近六成民意的努力空間 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民調 對於LINE總統合作內閣 滿意度都在四成以上 請問院長回應 我知道內閣上來將近一個月了 所以各方媒體還有國人 都會非常關注所有內閣成員的表現 那麼剛剛所提到的 在跟立委黨團的互動當中 或許有若干剛開始的 不夠雙方彼此的了解 但這個都應該是半個月以前的事情 我們經過了四次跟立委的參序溝通 也經過非常多次立法院裡面的尋答互動 也經過了很多次不同的會議 我認為雙方的了解認識 以及對業務的熟悉都比以前更好 但是無論如何 所有的民調給我們的都是一個指標 不夠好的我們要努力 有鼓勵的我們更珍惜 我們永遠朝這個方向進行 希望內閣團隊在一個月的時候 會讓大家更清楚 我們整體未來的內閣運作的方向 以及我們所提出的近期幾項重大的措施 我們會陸續向國人做報告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